要是自己调馅 调出这个味的 我觉得挺失败的 随便一谈真假立宪 老牌商务餐厅翘江南 俩人996含10%的服务费 翘江南口水鸡128 咱们尝尝128一份的口水鸡 到底是什么味 鸡皮脆嫩鸡肉鲜香 鸡肉口是一个小麻辣口 糖柔和的味道 盐突出了鲜 这不是跟普通口水鸡一样吗 一样啊 但是它鸡选的还可以 咱们以前吃的好像都是用鸡腿肉一煮 煮熟了以后叭叭叭一剁 你吃的鸡肉是糟的 但是它这皮是脆的 肉非常紧实 那它为啥卖个大还大 鸡好 我不确定它这鸡是哪一类的 但是肯定不是那种像三黄鸡那类的 总体味道是那个口水鸡的味 好运串串香 88 这应该是鸭肠 上面来个白菜花 味道是一个典型的焦麻味性 咸 鲜 麻 没有大味 这是两个摊 咱来红色的 海带 这是墨鱼 来 墨鱼 或者是墨鱼仔 咸鲜的一个味性 上面飘了一层红油 红油跟口水鸡是辣椒油是一个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东西 墨鱼仔 鸭茬 别的我看还有没有 海带 青笋 菜花 还有个小八爪鱼 它这个味道不像路边摊 它调得蛮重 做了一部分简化 还有食材本身鲜香的味道 松茸鸡豆花 88 尝一下 正经的青鸡汤 有浓香的松茸的味道 这豆花做的也非常漂亮 暖滑细嫩 而且这个豆花上来的时候 它是在飘在这汤上面的 这么这汤够热 趁着热气 它会把这豆花拖起来 可以提个小建议 换完鸡豆花之后 搁一个汤里边先瓢一下 把它碎渣瓢掉了以后再放进去 表面它就不会掉那些渣 毕竟卖了88了 这个细节还是得注意一下 陈皮脆扇138 入口是一个酥脆的口感 挂了个糖土汁 酸甜的味道 回口是辣椒和陈皮的香味 陈皮卫星是传菜独有的 但是拿陈皮卫星来做扇丝 这我是头一回见 这个时候挺有创意的 卖多少钱 138 这个菜卖的不便宜 但是性价比挺高的 挺好吃的 秋比椒炒香肠排198 咸香不带麻辣味 只有五香的那种咸香味 肠皮经过过油之后咬着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 肠我也咕噜寡味了 我好像也第一回吃 里面就是排骨 改了刀之后腌一下 然后拿肠衣套上了 风干之后蒸熟了 过油一炸 拿辣椒一炒 就像做辣子鸡那个方法差不多 辣椒我就不尝 小李尝个辣椒吧 小李你替哥尝一个 我看钱好吃 我不尝 198里面几包 2 4 6 8 9块 20多块钱一块 要是日常的排骨来讲 这可能就稍微贵点了 味道是真不错 贵到是真贵 饺子36 猪肉大葱馅 吃着有一股那个臭葱的味 这馅一点都不香 没香的味都没有 很像是酥冻水饺 要是自己调馅上 调出这个味的 我觉得挺失败的 前面菜做得不错 真的让睡觉给炸了一刀 这个多少钱 36 6块钱一个 贵的没边了 可以 随心所欲 探遍天下美食 传递中间美味 电斗天涯 特成 绵具浇心 这词不错 给我们读过菜 你做几包意见吗 好嘞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你们 走 我们做个总结 今儿我们两人 980块 人均差不多500块钱 刚才我们点菜 说漏着点来的 饭片饭得没什么 整体菜品做的都说得过去 特别是那个鸡豆花 对鸡豆花真的值得了推荐 虽然上午 但是菜吃得挺舒服 我们曾经是不是说过那句话 不舒服 花一毛钱我都先多 如果不是最后让饺子刺了一刀 那么今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那我们再来一刀 我们再来一刀 别乱